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从踏入政坛后可以说是话题不对 最近黄国昌跟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互告事件更是在网络上引发了讨论 而根据环宇新闻针对了网络大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 最近一个月黄国昌的讨论度相当高 不过他的负评是占了52% 正评则是48% 其中对黄国昌负面评价的民众多数是年长者 反观年轻族群对黄国昌的评价依旧是正评比较多 实在力量立委黄国昌前脚才刚到台北地院要提告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诽谤 不过自己却先被要罢免他的人团团包围 脸上写满尴尬 但尽管没有支持者立体 再度登上新闻版面当然也创造话题 根据环宇新闻针对网络大数据进行分析 黄国昌近一个月在网络讨论度依旧居高不下 不过网友评价负评稍高占52% 正评则是48% 强度4.8 而以讨论年龄层在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 讨论黄国昌最多的年龄在35到44岁占了26% 讨讨第二多的则是45到54岁占了23% 但讨论最热络的却是55到64岁的年长者居多 年长族群对时代力量提出的年改版本很有意见 此外像是控告红袖柱收割民进党等事件 也都影响民众对黄国昌的评价 不过如果以年轻族群来看 因为太阳花学运哀告最后获判无罪的黄国昌等人 网友对此正面看法反而比较多 也显示黄国昌就算老是IP又罢免缠身 频频抢搭话题博版面这一套 对年轻族群来说还是很有效 欢迎新闻江浅东黄云霆特别报道